嗨,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编码对象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PPT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需要掌握编码对象的基本概念 然后知道怎样使用编码对象 我们先来看一下编码对象的基本概念吧 在我们的开发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是不能够总是将对象信息表示为属性列表类的 对于我们创建的自定义的类 IOS本身它具被一种将这些对象转换成某种格式并保存到SAR的机制 对象可以实现IS Coding这样一个协议 将他们的实力变量和其他的数据编码为数据块 然后保存到SAR中 这些数据块以后还可以读取到内存中 并且还能基于保存的数据创建新的对象 这个个程我们称为编码与解码 也可以叫做虚拟化与反虚拟化 并且我们保存对象的过程 我们一般把它称为硅档 从文件恢复对象的个程我们称为解档 好的 这明白了编码对象的概念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demo 在这个demo当中我们创建一个学生类 首先归档保存学生信息 然后再接到读取数据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demo吧 我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 同样这里我们首先是定义了一个 延迟加载的一个存储属性 来获得Documents的一个目录 在这个方法当中 我们先来看一下硅档的操作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学生的对象 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学生对象吧 我们这里新建了一个叫student 这样的一个学生的类 这个类的话实际上我们是需要 后面我们是需要把它的学生的信息 保存到我们的 写入到我们的文件当中的 那么我们怎样来做呢 这里大家可以看见 除了这个实现 nsobject这个类之外 我们还实现这样nscoding这样一个协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定义哪些属性 学号 姓名 还有我们的成绩 我们这里写了一个初始化的方法 来构建我们的这样一个student 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nscoding这个协议它是怎样做的 它需要实现哪一个方法 实际上当我们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实现一个协议 我们可以点击这样一个协议啊 我们再看给大家操作一下 我们按住这个coding键 鼠标左键啊 点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见这里 有一些相关的方法 对吧 实际上这里的方法是两个 一个incode 一个decode的方法 那它是怎样 那它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实际上这个incode的方法 它是我们编码的时候 是需要调用这个方法的啊 如果说当我们 当我们把我们这个对象 要写入到我们的本地啊 写入到文件当中 这个时候的话 系统它是不知道 应该怎样去 把我们的这个数据转换为 这个数据块的啊 这个时候的话 它是需要调用这个方法 来存相关的信息的 这里的话我们就做了 大家可以看见啊 这里我们就做了三件事情 我们把我们的学号啊 它是个string 我们把它编码啊 然后以这个nsnumber nsnumber的这样一个 一个key把它存起来 这是我们的另啊 是我们的性命 这最下边的话 是我们的什么scroll 这是我们的成绩啊 我们这个成绩的话 是是编码它的这样 是把它作为 作为一个整形 进行编码啊 这就是我们的编码方法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的解码方法吧 当我们从我们的 这个文件当中 来获取我们的 这个对象的时候 它是怎样做的呢 它会调用这个方法 来构建我们的创结性呢 实力啊 构建性的对象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需要告诉系统 怎样来给它的 每一个这个属性负质啊 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相应的 把它的学号姓名 还有它的score 它的分数 给它解码出来啊 做个解码 相关的操作 当然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方法 大家可以发现 这里是any object 所以说这里 我们需要强制拆包 转成支付串 是这样的啊 好的 那这里的话 关于anscoding这个协议 我们就给大家简单 介绍到这里啊 大家也可以看见 它是需要实现两个方法的 并且这两个方法 也是很简单啊 好的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recontrol里边 在这个recontrol里边 我们的在这里先勾进了 这样一个学生的对象 这是学号姓名 这是我们的分数 然后我们再来构造这个 我们要存储的这个路径吧 是documents目录 然后拼了一个文件名 最后的话 我们来做归档的操作 很简单啊 就一句话 第二个内的这个归档的方法 第一个参数是 我们需要归档的对象 也就是说是实现了 anscoding协议的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是我们要归档的文件的路径 好的 OK 就简单这样一句话啊 我们就实现了这样 把这个对象归档的操作 那么我们怎样来解档呢 我们再看一下吧 解档其实也很简单啊 我们调用这个类的 解档的这个方法 这里传入的是这个路径啊 是我们在归档的过程当中 传的写入的路径 当我们调这个方法之后 获得一个结果 我们看一下吧 它实际上是一个 any object 它的这样一个类型 所以说我们要强制拆包 把它转成student 好的 获得我们的数据之后呢 我们这里打印一下 看一下相关的结果 最后的话 我们还是打印这个sah的目录 我们到时候看一下 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好的 这里我们给大家运行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结果 如果说这里我们能成功打印出来 就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获取到数据啊 这里大家可以看见 这是学号 这是我们的名字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分数 好的 这证明我们已经正确的 获取到了我们的这个学生信息 最后的话 我们在这里还是输出了我们的三合路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样一个文件是否存在吧 这里我们我们来特转到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合路径下面 我们给大家看 Document 大家可以看见啊 这里已经有了这个student这样的一个归档的文件啊 就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把它已经写入到了我们的三合里边 好的 上面的话我就给大家已经介绍了我们如何来来构建一个一个这个需要归档的对象 以及如何做归档 然后再如何接档读取数据啊 到相关所相关操作 好的 这期课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